字幕志愿者 李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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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一輝 歡迎收看 時間作手 就統跟各位分享一樣 不管做票也好 做旗子也好 其實都可以很簡單 但是一定要有领先 而且可以施展新技术 就用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 他们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 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爆火爆 也不会像过去一样有满手踏牢股票的遗憾 只要跟着新金流观念 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 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跟标获利 但是很多的朋友股票亦做很辛苦 到底原因出在哪里 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 常会遇到很多致命的关键 包括股票套牢不会去停损 常常那些股票会越套越深 股票总会报上报下 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 而持股贵分散的结果 到最后会非常难管理 更重要的 会多不会空 行情也只能做一半 所以每次当行情下跌的时候 只能注定套牢或是赔钱 进出没有证据 甚至买卖点才会慢了半拍 因此呢 就在节目当中 才跟各位分享的 操作股票最好的方式就是 赚它最好赚一段 为什么所有操作一定要坚持赚它 最好赚一段 因为在资金效率的部分 我们就不用去等待一档股票 漫长的盘整时间 所以也绝对不会像过去一样 做到最后资金常会变成一滩死水 当我们可以赚它最好赚一段的同时 在风险的部分会变得更小 因为我们就是不必要再去承担任何股票 回档风险 所以也绝对不会像过去一样 做到最后常会有大专门 小专门或小专门 太好遗憾 甚至呢 这样操作方式会变得获利 会变得更大 而且会变得更快 因为我们所有操作 只会专注在获利最快这一段 所以更不会像过去一样 存股票结果最后会变成存股头 甚至呢 做波段的股票 常会变成满手套 很可惜 而当拥有作手系统的同时 我就在想尽办法让各位资金 做最有效率的运用 而不是一直躺在这个地方 变成一滩死水 动弹不得 而这个系统呢 百分之百 是我自己原创的 包括城市的部分 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 这市场当中 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 而在进场之前呢 可以立即不确显示进场停损 停力上交一次的各位 我建筑最好赚的 因为资金效率才高 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一笔大的进出 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多空能双向 获利自然就加倍 就同你说 眼镜的平衡的事实 也就同每天 我的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 跟着新旧观去做 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 一档股票就够了 而且每一笔大的进出 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一定是百分之金 买一档 一定要百分之金 卖掉一档之后 超前换下一档不是吗 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 以一步步做下来 从9月4号到今天 一个月的时间 你的100万 透过金流力量 已经帮自己创出 157万的利润了 而你1000万呢 透过金流力量 也帮自己创出 1570万的利润 但是 再回过头要想一次 在这一段世界里面 你如果还在过去 死报活报的方式做股票 甚至呢 还在用 不能是在软体 帮自己操股票 到底帮自己创出 多少的报酬 因此呢 就在节目当中 会常常提醒各位的 我说过去条路 如果一路走来 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不痛的时候 此此刻就该 换一条路 换个方法走 到我时候了 就同每天 我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9月12号这一天 这样票100万 赚了25万 系统告诉我们 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一口袋 接着换股仗报酬 22号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赚金转买亚乡这一项票 赚他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 接连不断的发生 22号 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钱 发一口袋 再把自己转买亚乡这一项票 赚他最好赚你一段 黑线 瞅瞅是要赶快买了 再次的坐在家上面的边谈 短短的四道五天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27.3万的利润吗 好事不是这么在这发生吗 所以呢 这一项票 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坚持赚他最好赚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9月28号这一点 这样股票一百万 赚了27.3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 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什么卖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但当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卖 你舍不卖 报最后 常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 报上报下 要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 当拥有吸金流观念 赚钱速度 可以再次往前加快 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9月28号这一点 这样股票一百万 赚了27.3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一口袋 接着换股赚报酬 问题是 28号这一天 我们该把资金 再换到什么样的报道身上 很简单 全部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28号这一天 很简单的按 一键选股多 一样资金选股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 转买成名店这张票 赚它最好赚了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 接连不断的发生 所以 28号 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钱会赚钱 发一口袋 再把资金 转买成名店这张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K线 丑丑是要赶快买了 再次的 坐在家上面的别人 短短的一天两天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刷出 十万的利多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 所以这张票 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坚持赚它 最好赚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0月2号这一点 这样票一百万 赚了十万 系统告诉我们 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 也不要舍不卖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但那股票 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卖 你舍不卖 报最后 常会像过去一样 一样的 报上报下 要浪费了很多时间 胆子 当牛油 心经有观念 赚钱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0月2号这一点 这样票一百万 赚了十万 系统告诉我们基因 赚完最好赚一段 我们先把赚到钱 把一口蛋 接着换股价报酬 问题是 10月2号这一天 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板身上 很简单 还是交给作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10月2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很简单明确易懂 操作可以很简单明确易懂 就同你所看到的 回到10月2号这一天 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 一样资金选股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买 讯新这样票 赚他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没有接连不断发生 二号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前方赚钱 发一口蛋 再把资金转买 讯新这样票 赚他最好赚一段 K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 再一次的坐在家上面的边 短短的一天两天 你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刷出 10万的利落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一次的发生吗 所以呢 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坚持赚他最好赚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0月3号这一天 这样票100万赚了10万 系统告诉我们今天 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当然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 把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的 抱上抱下 要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 当拥有新金流观念 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0月3号这一天 这样我们票100万赚了10万 系统告诉我们今天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放一口袋 接着换股价报酬 问题是 10月3号这一天 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 很简单 还是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3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的 很简单的按一键选顾多 一样资金选顾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麦保瑞这张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没有接点不断的发生 3号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前方赚钱 发一口袋 再把资金转麦保瑞这张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K线 瞅瞅是要赶快买了 再次的坐在家上面的表现台 短短三天两头 你的100万 不是也帮资金划出20.8万的利润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 也就在前面当中 该跟各位分享的5个金流而已 事实上从9月20号到今天 11个交易时间 100万透过新金流观念 已经帮自己创出88万的利润了 那你1000万呢 已经帮自己创出880万的利润了 但是到今天 还是能过去死报活报方式做股票吗 还是能过去不能上软体 帮我自己抄股票吗 很多的朋友在市场当中股票朋友做很辛苦 其上原因很简单 我们在市场当中要的到底是什么 这一点要先把它分清楚 我们在市场当中要的绝对不是头头是道分析 而是一个会赚钱买卖点 很多的朋友或许听了很多的分析 觉得很有道理 股票很有前景 可是真的要在买进股票的过程里面 才会遇到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会发现 到底哪个地方是一个明确的买点 不清不楚 在买进的过程当中又还有很多的假设 还有很多的可能 那这样的操作 就会不确定不肯定 那同样的 到哪个地方卖也不知道 只告诉各位 这一档股票前景很好 一路报下去 可是报到最后的结果 常常都是大赚变小赚 小赚变套牢 甚至买进一档股票分析的很好 前景很好 可是一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 股票就开始套牢 套牢怎么办 就是放任风险不管 只能一路一路的报下去 到最后 可能就是越掏越深 但是跟着做手系统 我要给各位的 不用长篇大论分析 我直接给各位 匯赚钱买卖点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的 所以呢 跟着做手系统去做 为了让总资金效率最大化 一定就是百分之一的资金 集中超越大赚票 然后一定要严格的风险控管 绝对不能放任手上股票 任何的风险 然后放着不管 然后一定要会赚钱的买卖点 这是最重要的 而这个买卖点 一定是领先 而且非常明确 所以我常在节目当中 常会跟各位分享 分析的再多再好 还不如做好 当下每个应该做的动作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 不跟各位做长篇大论分析 那是没有用的 就是给各位赚钱的买卖点 包括你拥有系统 同时也是一样 就是很明确的买卖点 就直接给各位了 就同这张股票 在这一天 这就是你要会赚钱买卖点 不是吗 当然是 那怎么看 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有 当然有做手系统 同时这样的票在这一天 我们所有会员都一定看到同一个事实 周线多 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 整理结束之后最好赚买点 而且是唯一的买点 就没有很多的 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假设 就这么简单明确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所有会员就是百分之一买接 那好事很在发生 那为什么跟着做手系统买 最好赚买点 因为我们就是不要等待前面 漫长的整理过程 很辛苦 根本不要等到大涨一段之后 再做追价 你所承受的风险 就会变得非常高了 那当然 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 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要两档股票 我们靠的不是用什么股票赚钱 而是用赚钱的办法 让每一档股票来帮我们赚钱 这档股票方法也是一样的 你会发现把对的事情再做一次 好事自然就会再发生一次 这档股票在这一天 当你有做手系统的同时 我们所有会员一样看到同个事实 周线多 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一样是这个阶段 整理结束之后最好赚买点 一样是百分之一买接 好事很赞发生 而且每一笔单的进出 一定就是百分之百资金 跟着做手系统去做 不用拆不用赌不用去做任何的假设 我们就是看到很明确讯号 就直接去做百分之百的进场 如果过去你的操作 总是把资金分在很多股票上面 一档股票只敢买个一成两成 那这代表什么件事情 代表对股票完全没有把握 所以不敢百分之百资金买进一档股票 买点是一样的 为什么过去分析师都告诉各位 要去做试单 买个一成两成试试看 到后面不管涨或跌再慢慢加码 因为对于买点也是完全做猜测 做很多的假设 所以你会发现 做起来就是绑手绑脚的 而且你会不太敢做 但跟着做手系统 简单的显明确 我要给各位就是一个 会赚钱的买卖点而已 而这个会赚钱买点不是就是你要的 简单清楚单一 需要有好多个买点 当然不需要 因为要做到精准 不要等待前面整理过程 也不要等到大涨一段 再做一架 才有办法做到单一个买点 这样的票在这一天 你有做手系统同时 我们所有会员都看到同样的事实 周线多 日线低 跟红色虚线出来之后 这一天 一样是这个阶段整理结束之后 最好赚买点 而且是唯一的买点 一样百般来自己买借 好事很赞发生 跟着做手系统去做 我们一定是买唯一一个买点 没有什么叫做后面才在慢慢加码的 你这样子的操作会让自己的风险会暴露得更大 所以就一次把它买完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最好赚的买点 相同的我们可以再看一样的票 这一样的票方法也是一样的 就同你所看到的 这一天不是就是你要最会赚钱的买点吗 需要等待前面整理过程吗 我们当然不要 也不要等到两根涨停之后再去做追加 这一样的票在这一天 因为你有做手系统的同时 我们所有会员都看到同样是 周线多 日线低跟红色的曲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一样是这个阶段 整理结束之后最好赚买点 所以百般来自己买借 好事很赞发生 那为什么可以不用等待前面整理过程 也不要等到大涨一段之后 再帮别人去做追加 事实上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说时代不同了 现在操作不能用土法链钢的方式 用人慢慢去分析所有的资讯 所有的股票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那既然要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要藉由科技的力量 而藉由科技的力量 藉由系统的力量 藉由作手系统的力量 我们就可以把最精准的买卖点 会赚钱买卖点 就直接单一的把它找出来 所以呢 就从我在节目当中 才会跟各位分享的 我永远只相信 只有客户获利口碑 才会最好行销 其他都是多余的 但是 想要跟着新金融观念 刷出比标更不要获利不难 你现在牵绝只是一个 亲身体会领先实战 信息数有机会而已 我们休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现场 您需要消极的等待机会 您需要积极的创造获利 启发头部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计算是 您需要消极的等待机会 您需要积极的创造获利 您需要积极的创造获利 其他头部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自己推现 0223898029 022389802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市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各位投资朋友欢迎到现场 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 当没有做手系统去做棋子的同时 总之一口单百分百当充 完完全全没有流畅压力 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 就同这个地方结果 一定是一口单赚赔加赚结果 就同你所看到的 台子09一个月过去了 挣这么多负这么多 挣负加总之后 一口单可以挣2584点 1010天过去了 挣这么多负这么多 挣负加总之后 一口单可以挣1084点 当然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好事一样在一起发生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你会做两笔对两笔 一口单充可以挣117点 很多的朋友指数为什么做得辛苦 因为做指数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字面关键 八卦与遇到攀整盘常会多空双杀 市价追单有严重滑加问题 进场前不知道停损停在哪 超上面才会慢了半盘 包括实现用软体买卖点讯号会消失 还有很多的参数模组周期不确定的情况下 做起来当然就很辛苦了 而跟着作手系统去做 在进场当下系统就可以力竟确显示进场停损停力 上交一次的各位 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从 全数定价百分之百 不要滑加问题 每一天每一笔我都跟各位对价对使 赚的赔的我会全部跟各位分享 没有参数可以设 这个模组简单明确 全部不用会员去猜 就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你会做两笔对两笔 一口当冲可以振117点 那相同的我们还是看一下今天每一笔的加讯号 接地比加讯号在8.55分的时候 是一个挑盘同步做多的讯号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一起来 就同你所看到的 这个是昨天的最后跟K线 本来在灰色线下 这今天第一根K线在灰色线上 线下变线上转折 线上是红色同步做多 那8.55分我做过 一定要看一下上下颜色都是红色的 所以收盘收定当然就适合收盘价 16315去做多 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 现在跟K线最低来到313 所以定价百分之百 全部穿成交 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邦 可以规划的压力区 一口蛋振102点记得先放一口蛋 等今天这个机会趋势盘同步做空讯号 还是一样一起来看系统一起来 就同你所看到的 行情找到这个位置 本来在灰色线上变到线下是一个转折 线下是绿色同步做空 所以收盘收定还是适合收盘价 16471去放空 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 现在跟K线最高来到475 所以定价百分之百 全部穿在成交 相同的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邦可以规划的支撑区 一口蛋振15点记得再把它发一口蛋 也就用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 当我们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 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国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